硬件和软件组成的 对于手机的创新升级呢 国内手机厂商呢 一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 有的创新和升级呢 是可以看得见的 有的呢是消费者看不到的 比如说是高刷新率 解释高刷新率屏幕呢 首先呢就要解释一下高刷新率 高刷新率呢 是指屏幕一秒钟刷新画面的次数 比如说120Hz呢 就是说屏幕一秒钟刷新120次 刷新率越高的屏幕 画面在脑中提升的间隔呢 就会变小 屏幕呢用起来呢 你就更加流畅 现在市面上的OboFund X2 37S20等旗舰手机 都匹配了高刷新率屏幕 高刷新率屏幕呢 也成为各大手机厂商 旗舰机的标配了 华为呢作为国产手机的代表 同时华为P40呢 又作为一款 就非常重要的旗舰手机 竟然呢没有使用 120Hz的刷新率屏幕 而至于友商旗舰机 纷纷加码高刷新率屏幕 在于春冬看来呢 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 同时呢还提醒华为的研发人员 要冷静 根据华为于春冬的表示 华为P40之所以没有采用 120Hz的刷新率屏幕 是因为120Hz的刷新率屏幕 会导致手机的耗电量更快 大大将近手机的续航能力 华为P40没有采用120Hz的刷新率 是出于对用户体验的考虑 言下之意 与当时雷军科普发孔屏的理由呢 如出意者 那就是高刷新率条件 还不太成熟 其实我觉得啊 120Hz的屏幕呢 目前来说是一部旗舰机的标配 如果华为P40可以配备上 那么竞争力呢会更强一些 手机硬件呢 永远不存在什么够用就好的局面 我竟然花了6000块钱 买了一部手机 肯定希望别人手机有的功能 我也有啊 OK 那么你认为120Hz 真的是感知不强吗 你买手机的时候 会在乎屏幕的刷新率吗 欢迎和我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